免试入学,结队帮扶,就业指导,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学生赴内地求学,内地高校也推出系列举措,支持和便利港生的学习生活。 近日,中心设计者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走访在这里就读的香港同学们。 今年21岁的香港学生潘浩荣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两年前,他通过内地高校免试招生计划进入这所学校。 他说,如今在香港,报考法律专业条件很高,且选择较少,想就读法学专业的学生很难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 其实我觉得我从高中一开始,其实我的志愿就真的是放着在北京。 因为香港考试,它是需要你每一科都达到那个成绩,达到那个等级,你才有资格去升读理想的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港澳台教育中心副主任曾涛介绍,目前香港学生在内地求学, 有高校联合招生以及香港学生免试入学等多种不同途径。 特别是2012年,中国教育部推出的香港学生免试入学政策,让香港高中毕业生有了更多求学选择。 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感受到这样的一次这种入学机会, 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生改变,和对他个人的专业的追求的一个很好的帮助。 而对此前从未到过内地的香港小伙张永强来说,在内地求学最大的困难在于陌生的环境和语言, 这一度困扰着他的学习和生活,是室友的帮助让他重拾信心,渡过难关。 我从小到大老师要不就说英文,又不就是说广东话,说普通话对我来说是特别难理解。 因为我的室友是从小到在那个天津长大,所以他的普通话说的比较标准,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请教我的室友,比如说在日常生活要叫外卖,叫东西吃的时候, 我的室友就很友善地帮助去搞懂这些流程,如何网上支付买东西吃。 据介绍,为帮助港澳台学生更好更快适应在内地的校园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在港澳台学生住宿方面也有精心安排。 在生活上呢,我们考虑到港澳台地区的学生, 他们自己已有的地区带来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的这个方式, 以及他之前的高中之前的整个的生活的经历, 与当下的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我们为了更好地让他们能够相互交融和交流, 我们在宿舍上也会让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交叉住宿。 作为法学专业的大四学生, 梁京即将结束自己的大学本科生活, 对于未来,这位24岁的香港姑娘自有打算。 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 她在前不久刚刚进行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她希望毕业后能去香港研读法学硕士, 未来留在香港,成为一名企业法律顾问, 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地企业合作。 曾陶表示, 香港学生在内地学习法律的过程中, 对内地的法律精神和司法体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同时, 学校也专门为港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和就业辅导, 便利学生就业。 包括在学期间对他们的职业规划和求职规划做了很好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同时在他们的实习就业阶段都提供很好的实习就业的一些单位和机构, 帮他们来顺利地完成这个环节的一个转型。 据悉, 未来中国政法大学还将适时推出更多汇集香港学生的政策措施, 便利港生在内地求学, 就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